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聚言堂 聚言堂很多時候,我們都請不同的嘉賓上來做節目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資深的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老師,陳漢森老師,陳Sir 大家好 陳Sir在教育界都三十幾四十年了 三十五年 當中大約有三十年的時間教中學 而且主力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 前期只要中國歷史,後期是中國語文 最後有沒有教通識? 通識有教,我教了七年通識,而且是最早期的通識 最早期的通識,即是現在通識科的前身 可以這樣說 另外陳Sir也是一個資深的教科書作者 我相信很多學生,或者很多朋友小時候都讀過陳Sir寫的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書 亦都很多在做老師的 仍然以前或者到現在都在用陳Sir寫的課本和教材 陳Sir在教育界的地位不需要多說 那你現在都是教協的監視? 監視 監視 我做了三十年理事 第三年做監視 其實你也算是教協很早期? 老臣子,不是最早期,但也算是相當靈之高 起碼都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哇,又正式進入教書 一入行 一入行就已經張文光抓了我進去教協 哈哈哈 既然又是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又是中國歷史 又是長時間從事中國歷史 中國語文和通識科 一定跟國民身份認同 尤其是中國人身份認同這方面一定是有涉獵 說起這一點,最近大家都看到 剛剛這個節目錄音的時候 剛剛中國女排就贏了奧運金牌 令我想起1984年中國女排第一次贏奧運金牌的時候 哇,當時不單止在中國,在香港很多人都覺得很自豪 是的 而且是一面倒的 是的 而我們發覺今年的奧運有少少不同 就是發覺年輕一代,尤其是在網絡界那一代 對中國的奧運金牌的自豪感不單是弱了 甚至有些人就直接說希望中國運動員輸 當然是個別運動員特別討厭的 好像那些孫陽這些 因為曾經服飾過禁藥之後還很沙塵 大家都對他的印象真的不太好 這個未必一定跟什麼港獨、什麼民族主義有關 純粹是個人品格的問題 我自己看到中國女排,或者是林丹和馬來西亞球手 他們的對決,其實無論是什麼年紀 都仍然很尊重他們是一個運動員的身份 但事實上,國民身份認同近幾年 真的似乎有少少跟以前不同了 陳Sir感不感覺到呢? 就是的 這個 就算在自己 我自己 八四年那個女排 牽動了我們那個情緒很緊張 當時我也三十多歲 到現在這把年紀,我今早都有看 看的時候,血脈也有點緊張 你是否想去贏? 想的 但如果輸的失望度就沒有那麼高 對於所謂國民身份認同 可能這個詞 準不準確我不知道 但很難說 很難說 他是否對自己中國的愛國情懷 關注 是否少了呢? 這就是沒有肚子的數字的 我記得每一年有些機構都還在研究 香港人轉中國人 而這些數字就降了時升 而近幾年是降了的 其中有一個挺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國的經濟是強大了 但中國的國民去外國旅遊 或者給人的表現 那個社會形象是差了的 我記得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日本人 就是來香港旅行的 是 我們都有一些逆反心 就是你很聰明 那時候的感覺不是來自抗日戰爭 就是那種民族情緒 而是他那種富貴 比較豪爽 那種這樣的姿態 就是日本人在旅行的時候的表現不差 是 但是他們是富 令到我們覺得有一點弱 那個心理就是他好像厲害一點 極勁一點 而中國很多的去外國旅行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一種驕傲、傲慢的態度 是令到人反感的 是 這個是一樣的 而本來國家富強 理論上國民是應該感覺到自豪才對的 是呀 照計是這樣 但是 為什麼國家富和強 而國民反而覺得不太舒服呢 起碼我所認識的相當多的人 就覺得這種富強本身 就跟在我們歷史上所見到的太平盛勢 是有分別的 就是國富 但是民生上的那種貧富懸殊 甚至乎是 相當多部份的人 那種生活呢 是相當辛苦的 就是 尤其是香港更加 明顯的就是 對於民主的訴求方面 經常都是因為 中國國內的那些禁忌 而受到壓制 是 我的觀察和自己的心理上就是 由於中國大陸的政府 對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是抑制 而令到香港人 對於國內的人去外面的旅遊 那種態度 令到相當多人有些反感 影響到當地的民生之類 那種心理是抑制的 你說他對於自己的山河大地 文化 這些方面 是不是都依然有一種感情呢 對於有教養的人 或者受教育的人 可能都還有 但是普遍的年輕人 在這方面 他們可能只是感覺到 眼見得到那種不安 例如對民主的抑制 國內的出國旅行的人 那種態度 那種不滿意 而是 將這種心理積聚 變成一種 對於自己國民的 身分應徒上 是一個 打低分 降低了 這個會不會跟他整體國家的大政策有關呢 一切從權 從錢 那樣東西去看 財大氣粗 等等 表現一種 他所謂的大國崛起 一般的統計都是向年輕人的統計 有很多人已經用移民的方法去表現自己的態度 尤其是中國的政治 是以權力過度集中 在我們香港的普遍教育 已經越來越普及的時候 對這個認識相當清楚 即是國富 但是民有很多 民眾上面的貧富的差距 以及政治的腐朽 有時候是想去做些事 但發現到那種無力感 長時間變成好像 習得無助 於是就會逆反心理 算數了 不管了 甚至乎 你寧願自己 用逃避的心態 對於上一年多的人就是這樣 但是年輕人 特別是二、三十歲的人 正是想要發展自己個人的事業 也不是這樣的想法 年輕人 他們的思考 是很簡單的 從一些邏輯推到最極致的 既然香港 是否一定要依賴中國呢 如果你們不讓我爭取正義的民主的時候 我是否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做呢 他們是不需要計較後果 成年人就會多顧慮 所以成年人 去 認同 港獨 其實他們不是 不想而是知道不行 或者你應該說 有社會基礎的那班成年人 也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大學生 有些都已經成年了 但他們社會基礎 那些已經有了 生活基礎的人 他們本身已經溫飽沒問題 生活也不受益 不會有困難 算了算了 他們就會不理 但是如果現在是二、三十歲 想結婚生子 想有自己的事業 也想希望爭取民主 但是有很多 買樓又買不到 供了也供不到 供屋也沒有自己的份 也沒有自己的份 有很多生活上很簡單的問題 為何不行呢 會歸因於政治的不夠民主 或者是眼前很多的 例如國內有很多的壓制 他們就會將這些情緒宣示出來 很多以前是二、三十歲 出來社會才發覺 但現在似乎這種感覺 慢慢蔓延到中學生 中學都未畢業 還未考大學 已經感覺到這種躁動的心理 中學生更加容易 因為他們最容易受影響的就是同裁 裡面的師兄師姐 有時候師兄師姐對他們的影響 可能更實際 尤其是他們最不需要照顧忌後果 因為我們都做過年輕人知道 他覺得對的位置 他就會盡 尤其是當一些具體的情境 令他覺得合理 而搖動他的情緒的時候 是會不顧後果的 這個我們在學校 或者是在一些群眾的環境 都經常見到這種情況 現在這段時間多了講港獨 我們知道其實 原本這個議題未入到中學 但最近這一兩個星期突然炒得很熱 甚至吳克劍還特意為這件事 如果他去了北京那裏說 又說支持香港反港獨 又說交給必要時學校可以報警 又說不應該宣揚 甚至有些最極端的言論 就是必要時可以吊燒一些老師的教學執照 如果他鼓吹港獨的話可以吊燒教學執照 為什麼現在 以前我記得我的中學時代 就說校園不談政治 其實做得幾成功的這麼多年 為什麼突然間 校園這麼政治 還要連港獨這件事 你想像都想像不到 他去到中學校園 校園從來都不是很政治 是香港來的 香港的先生有政治的取態 但是有政治激情的是不多的 而且由於港英時代都已經禁止 港英時代是禁止 但是沒有用到吊燒執照的恐嚇 但是他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從來沒有人因為這樣而受罰 最近這個議題 我自己的分析 根本上就是梁振英政府想連任 而拋出來的議題 營造一個香港港獨的一種氣氛 而因此爭取中央對他的支持 校園裏面要先生不談港獨 根本上就是第一 只許會有 沒有什麼先生會提的 是呀 我都未聽過 不會先生專門在唐上提港獨 所有港獨議題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年輕的 即是新進新製的政治人提出來的 但是學生說的時候 我們亦都不能禁止 大家知道現在民民主的意求這麼高的時候 以及互聯網在學校也廣泛應用 你怎麼禁止 學生提出我們不能禁止 校長也沒有符 你剛才拿著咪咪 即是絕指是重新立場而已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就不是校園 先生的議題 那個問題不是先生問題 是學生問題 即是學生 他會有一些 剛才分析過的 對於社會 對於時勢的一知不滿 而自己滋生 你看到那些名校比較聰明的學生 他們如果對於社會的敏感度比較高 以及關注 其實都是很少數 我們由自己做過學生時代 也都做過學生會 那麼積極的學生就相當少 但今天互聯網這些社交平台這麼廣泛 有時做到一個勢就好像很厲害 但真正落得到學校裏面 即是同學的面積是相當少的 但是跌至到學校 有一間學校裏面 一千個師生 其中有十個八個學生 自己提出這個議題 先生可以疏導 可以幫他分析 其實這是先生的本分 我們可以提供多一些考慮給他們 但我們所知 甚至沒有先生傻瓜到在學校裏面提倡 是香港讀並且宣揚港獨的思想 這是一個偽名題 某些有心的人 特意拿出來做一些政治宣傳 以及為自己做事 唉 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就放了老師上台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認為我們是順有政治效的對策 不過現在香港的情況越來越 越來越有國內某一種政治陰謀的走勢 學生找你談港獨問題 老師疏導他 那算不算出問題呢 例如有幾個學生 他很想有興趣知道 我會去問我 其實我以前經常有學生 會去問我為何要去六四 或者問人生有何意義 這些課題 這些學生其實是好學生 是呀 懂得這樣想是好學生 他們有興趣 而且是厲害學生 是呀 就算那些講港獨的學生 一定是聰明 知不知學生 是呀 你賠不賠了他瘋 現在最聰明的先生是 誒 我不出聲 這個是我禁忌 你是否想我解僱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被學生問到差不多 有時候自己都忍不住 即是說幾句 如果校園中有一些人士的矛盾的時候 告發你了 A先生和學生 談一個問題 然後就找不賀劍 說不賀劍可以拿了這個先生 然後說他出事 如果你看回香港 仍然是法治的社會 即是你都要找證據 是 即是 即是我看這裏 可能會造成一些滋擾 或者是好像 某一種 好像 勢頭 那樣的事情 嗯 他會否衰到這一步 我不知道 現在我在互聯網上面 即是一些社交媒體 都看到別人開始 是擔心這個問題了 就是如果他只需要找他們那邊陣營的人 滲幾個害群之馬去教育團隊裡面 然後在裡面 就亂按揭發 即是好像黃安 亂按揭發這個藝人不愛國 不需要多 有一兩顆老鼠屎 在裡面已經可以攪和一窩粥了 其實他的目標不是 他目標不是想造就校園氣氛 而是想中央支持 支持他連任 香港人有港獨 即是 藏獨、港獨、僵獨 即是中央是最禁忌的 現在 如果有港獨很利慢的時候 就行了 要穩定 要找一個強勢的執政 其實這是陰謀 即是好像現在社會 近幾年 突然間的對抗性強了那麼多 其實都是有 我們感覺到真是有些勢力 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故意製造社會對立 本來不是這樣的 但是這裡 我們又找不到足夠的證據 不是好像法庭一樣 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是 明明可以疏導到的情緒 你專門不疏導 而被捱到它爆 接著 令年輕人 走到一個非理性的方法宣洩 於是 於是 就組成了這些年輕人 受到教育的結果 同一個原因 就是 社會對於香港政府的不滿 接著就 掃之於 對中央政府的不滿 這個 你香港搞得不好 其實是陀內中央 是啊 其他香港 中國歷史常常都是這樣 從來都是這樣 所有地區政 地區的變動 那個動亂 九成以上 就是地方政府的施政失德 然後才導致那個地區 地區的不和 如果那裏的民生處理得好 基本上 不單止擁護政府 還有派這個政府來的中央 中央其實又不是完全受地方影響 中央都要信任地方上面的那些人才行 你是專門找一些喜歡搞事搞和 搞和整個社會的人來做地方首長 是吧 中央其實自己的問題也好 是核心問題 現在這個爭取就是中央的頭腦是否清醒 這就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事情 當然 我們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觀察 香港人其實政治化的機會少 只是重視生活 生活質素 而為什麼逼上梁山呢 通常都是整個環境處理得不好的結果 還有你很奇怪 香港的環境 根本比很多社會 很多國家都還要好 失業率很低 是吧 我們整體社會 無論是官方的財富 民間的財富 你看看銀行的私人存款 政府的庫房 還有外匯基金 哇 很多國家都流了好水 看到七百多萬人 怎麼可以有這麼具體的財富 但是這些財富如何分配 但是財富如何分配呢 另外法治相對來說 雖然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感覺到它是不斷受到腐蝕 沒錯 所以不是說香港現在整體情況非常差 水深火而非造反不好 不是 而是你感覺到它是越來越差 尤其是年輕一代 你受到比較高的教育水平 人生會有比較高的理想的時候 你是很不服氣 我甘於就這樣臣服於一個 被人越玩越借的社會底下 任由如玉 所以人們不相信才會這樣上升 現在那些 其實是那些貧富懸殊 上層那些財富 是遷移到紅二三代 香港幾十億 幾百億的財富 遷移到某些公共事業上 所謂第三跑 大白象 大白象工程 有哪些人得益呢 一定是大財團 而這些財團 在港英時期 就是英資 或者是親英的機構 但是到現在 就是親中資 其實是遷移了那一班有錢人 一般的百姓 就是長期處於低收入水平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有類似的議題 就是年輕人的工資 是越來越低 台灣的情況更嚴重 香港已經一直邁向這個 連結婚想找個地方住都不行 因此結果就要辭婚 接著生不生兒子 又要考慮 根本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想生活得比較合理 都很困難 近年我身邊都有一些 越來越多一個經驗 就是體會的就是 認識婚的那班年輕的人 我每次他們 一聽到他們說結婚 我一定問一個問題 你結婚之後住哪裏 而越來越多的情況就是 我會和一邊的父母一起住 之後再慢慢想 另一類就是分開住 結婚之後也分開住 以前是零星聽到 近幾年幾乎每個都是這樣 我的學生已經有一些 五十歲、四十歲、三十歲 尤其是三十多歲那一班 真可憐 有很多都有這個情況 我最初就想著 你結婚就去女家住或男家住 但是好像在我們以前的生活上 覺得比較難想像 但是我的數字都愈來多 哪些還可以結婚之後 可以自己供應得起樓呢 就是男女雙方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而且人工不太低 至少要是專業 或者是輔助專業 兩個加起來要四五千個月 即四五萬個月 才有這個可能性 還要他父母 可能幫得到他部分的首期 我見到有很多月來都是這樣 一批二、三十、三十歲前後 這樣生活的人 他對社會怎樣可能滿意 是的 還有他未來生育的時候 他會想想我將來可以給到什麼 我的子女呢 上一代父母都還給了一個落腳點給我 將來如果我生後結婚 我連落腳點都給不到他 這是一個相當之嚴重的問題 現在在中學讀書 他就會看到自己的師兄師姐 這是很簡單的 會比他們更差的 所以激進的人 是由三十歲前後到二十歲前後是正常的 還有一些官方 或者獅子山下精神病的說法 就是要靠自己努力 香港地少人多了 然後現在新一代不聽你困的 很聰明的 我們自己找數據 找了政府所有地產等各種數據 香港那個住宅樓宇的數量 其實就比起香港家庭戶數的數量 多二十幾萬 但是 不是沒有樓 不是沒有樓 還供過於求 還供過於求很多 頭一百名的業主 就擁有七萬幾個物業 這些數據 現在在互聯網上廣傳出來 你說什麼地少人多 因為 因為 要靠地建屋 人家現在不相信你 根本是你們 在這裏壟斷資本 壟斷財富 跟著 阿芝亞洲說我們 年輕人不努力 根本是不相信 就算沒有地建屋 跟著要搞一些交野地區 那些就是沒有說服力 絕對沒有說服力 經不起專業的批判 因為他是政府 他政府大聲大聲 就不聽 然後重複自己的理論 這個絕對不合理 這樣的政府 其實就不是一個為民的政府 絕對不是福為民的政府 不是為民的政府 中央能夠擁有這樣的政府 繼續跟某些財團勾結 對於香港 所謂未來 由一歲至三十多歲 這班人的宰割 其實就相當危機危險 危險的 除了剛才說住屋 那個沒有補身 沒有補水 那個超長OT工時 這件事 只是教育界都已經是極度的重災區 一個星期做七天 每天做十幾個小時的老師 我見不少 尤其是新入行的年輕人 越來越多這個情況 所有都是由回歸開始 是 1997之後 越來越嚴重 就很快要教改 教改之前 教改之前 我們是可以正常 冷靜一點的四點鐘離開學校 四點鐘離開學校 近一點的 近一點的 五、六點鐘 改了一些卷才回去 現在 五、六點鐘還在開會 有很多是鬥遲走 由宿班殺校 這種壓力開始 一直推好很多所謂教育改革 那些改革的浪潮一浪 接一浪 那些老師就為了要應付這些改革的口號 而要去申請資助 要去寫計劃書、報告書 那些跟教學工作似有關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活動 是多得不得了 而這些 其實校長是之前不認識的 先生之前也沒有學過的 但是現在就要應付 以前講的年代是沒有這些環境 但是先生 那個教學的生態本身是比較健康的 你還要再加上合約制 合約制全部都是向新先生為主 是的,很可憐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可憐 就是教了十年才是合約 最近有個朋友和老師的女兒 剛才一起見面 結討了一段時間 她說她教了四間學校 每間校的校長都稱讚她 但結果都不肯給她長工 開不了位 當然有很多很漂亮的理由 理由很漂亮的 其實我有一時都想想 校長可能是無量僱主 我見不少 她口裡說 怎樣生涯規劃 為學生搞生涯規劃 但如果學生 不得了之後向她的校長工作 她就知道 你怎樣規劃生涯 也沒有什麼意思 你條命好不好 有沒有遇到一個 比較有良心的僱主 唉,真可憐 可以去到一萬元都不夠 五、六千元請一個TA 都可以自己面不改容 而且引以為傲 我可以用多少錢請多少個 好像自己成功了 她教書講道理是一個故事 去到真正面對那筆數的時候 是另一回事 怎樣去對公有的資源 做一個山削之類 不過這是另一回事 又可能是個別人的問題 也可能是新自由經濟主義 那種可能合約制 就是這種自由主義的 一種影響之下的後果 是一樣加起來的 現在香港最可憐的情況 就是西方 香港就受新自由主義的剝削 但是他們還是自由民主 香港就受新自由主義的剝削 但是還要面對越來越極權專制 就好像封建環境 結果每件事都一次過越來越壞 政治又越來越高壓 經濟空間又越來越擠迫 你剛才說的教書的學校 工作環境的惡劣 除了教書之外 整個職場 我自己看回很多年輕一代 現在做了很多網媒 在網媒上發表的文章等等 很多都是說他們 入職幾年之內 那個所見所聞 有一種很明顯的特色 很共同的 就是你剛才說的 有鬥遲走 無常OT 開會開到很多 說一大堆無量僱主 說一大堆東西 其實純粹只不過是 想你多點時間留在公司 結果隨雲之後 他那份人工分分鐘 就低於最低的工資 就變成那種 日積月內 十幾個小時 一天在公司 然後幾年出來 日積月內的那種積分 是很厲害的 這些統計數字 你量化不了 但是到爆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事 現在80後 顧完什麼 你知不知道他們面對 那些什麼環境 當然不知道 我們這一輩 或者是 50年代出生 60年代出生 現在 四五六十歲的人 可能是享受了 香港社會上升時期的 一個最好的環境 勤勤力 有一定的學歷 做事 一定會有一個成果 這個邏輯 對於我這一輩 對現在五十歲前後的都對 但是對三十歲前後的小朋友 已經完全不對 不行 他們自己去分析整個形勢 戰後的時候 白費代舉 生活艱苦 但是 前面全部是機會 前面沒有人頂著 所以呢 即是無論你是高學歷 更加不用說 一定是大機會的 真是任你 低學歷 你都還有一個生存空間 是不是 到今時今日呢 你幾高的學歷都好 你不單止幫不到你賺錢 你還因為你這個學歷高 你還欠很多錢 要還這個大學的稿 完全 出到兩個世界 好像 教育界 我看到很多 其實很好的 錄製教育盟朋友 做很多年都還是TA 一萬元都不夠 還要連連續約的合約 即這個 就算有些有學歷的 去到 明明可以GM 學校用CM請你 可以解釋一下CM 未必大家都知道 未必各個聽眾都知道 教育民憑 你可以教初中 人工是低一點的 即CM 如果你是學位教師 你可以教高中 人工又高一點 根據新級表例是高一點的 現在沒有什麼可能 新畢業會沒有學歷 但他還有一批 現在 因為他還有一班 是叫做CM的 那個grading 好了 你是大學畢業生 我請你 但我只可以給你一個 CM的那個 起身點 這個 你什麼心理 可能很 很多元化 明明那些錢 不是校長自己押出來的 但他又要用這些 所謂的手段 是去壓制著先生 可能是耳於控制 你的聲流光 就是由我自己 可以控制你 你作為一種 對先生控制的手段 其實這些也是 加深了那種不滿 即是 法家的 世術法的方式 用在校園管理那裡 在教育界裡面 用這些方式 其實你是令到那個 那個團隊裡面 有很多 想生很多 不滿的氣氛 我都聽過很多 就是 林族約 連連續約 林族約前那時候的 那些 無論是TA也好 先生也好 正規一些的教師也好 他們根本上面對著校長 你是一句說話 你都不敢說 即是看得很不合理的 你都不敢去反應 好像是肉錘砧板上 那整個 教育環境變得很壓抑 亦都不可能有改善 要理差 現在 你看看那個 97年之後 就 老師是忙得不得了 但是 真正是處在 即是花時間去備課 即是去批改 花時間和學生 即是叫做 做輔導和分導的時間 相對減少 是 就 花很多時間做些什麼 就做些文片工作 即是 申請某些資助 QE分 或者是開會 即是開會 去怎樣去完成 那個三連計劃 即是那些 那些 過去不是 先生在讀大學的時候學的 也不是讀這個教學院的時候學的 但就要學懂 砌砌書 還有就是 教育局不知為何要定期 他就會提供一些 新的議題出來 是 由合作學習 樂線勇敢 接著 照顧差異 接著現在就去Stamp 很抽獎 樂線學習 照顧差異 很漂亮 很空泛 很高大 就是 製造這些 出來 為何 接著就要 學校裏面的 先生要圍著這個轉 但 校園裏面 課室裏面的 教學的那種效能 又不見得特別 犧牲了 很多人犧牲了 時間花了 原來就要開會 加文件 但是 這也是 令到早前 TSA 引起這麼大 公分的 很大原因 是不是 因為 TSA 行了這麼多年 天露人怨 那麼 大家就拿出來 討論 要取消 那一刻 現在 就跳到北京 那裡 那時候 他竟然 風頭火勢 TSA 最風頭火勢 他跑去日本 度假 那時候 引起那個憤怒 連一些 比較 親建制的 教育團體 都寫文 在報紙上 罵得很厲害 他是沒有 教育理念的人 我想 連教育良心都沒有 不是沒有理念那麼簡單 陳Sir 你太溫柔敦厚 有良心都可以沒有理念 理念和良心 你可以沒有良心 但是你可以做到 那個樣子好一點 根本上 我都不知道他 回去教育局做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除了聽他的旅行 交流之外 交流了什麼出來 究竟現在 教育圈裡面 有哪些問題 最重要 要面對 你怎樣可以令到 先生多些時間 避課 搞好那個課堂 課堂裡面 那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教育的效能不高 你搞什麼都沒有用 如果先生 睡覺時間都不夠 只要花時間去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表面上好像很風光 幾年計劃 完成了那些指標 根據我過去幾年 去到不同的學校官課的印象 就是 課室裡面 先生拿著這本書教學的過程裡面 其實那個教學的質素 並不比二十十年前更加高 除了名堂多了之外 或者多了一些電子工具之外 真正學生能夠參與學習 中意學習 學到東西 所以這個量 其實就沒有多到什麼 是 還有那些 爬文爬武的教育高官 或者那些 建制裡面 在教育建制裡面 擾到 擾到 一個榮譽等等 利益的那些 更可恥的 他們是 將自己的 子女 全部送去 西方國家那裡留學 然後就說自己怎樣 愛國 我自己搞出來的 那一套教育理念 怎樣正 怎樣正 哇 我真的 我跟陳Sir以前都一起 在一些項目合作過 聽到這些 我那時候已經上了頭 想說粗喉 後來我也 算了 跳出這個圈子 免得眼淵 對著這些 這個是太過分 這是拆扶人之子 孔夫子說的 是嗎 你現在 害了別人的子女 然後 就把自己的子女 拉出火坑 還要爬文猶 沒有把自己 發大了一個 道德光環 喂 做人 不要吃人 吃得這麼盡吧 是不是 無論那些 我想陳Sir 見很多 多得不得 一說出來 可能得罪自己的 認識過的人 或者朋友 肯定很多 肯定很多 除了教育 這個 教育的環境 講讀等等 其實歷史教育 我覺得未來都會存在一個非常大的爭議 因為中史大家知道 陳Sir教了幾十年中史 寫過很多中國歷史教科書等等 這幾年 中國歷史課程 這十幾年 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改到最後 現在越來越少人報考 但是越來越少人報考 又說要學生愛國 不教中史不行 未來中史可能 我猜 又要有一個課程大改革 然後又說要學生 讀多些中國歷史 但問題我現在擔心 你將來的新中國歷史課程 會改成什麼觀點 怎樣考 會不會又是另一個反洗腦的運動呢 我覺得有危機 那又是一個偽命題 在教改之前 全香港差不多 所有學校都有中史 沒有規定必修 都必修 很重視 每個星期起碼有兩堂 有些先生甚至有三堂 每堂大概三五到四十分鐘左右 總之 這個是教改之後 那班 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是可以 趕集了港英政府 而自己做主子的人 就開始設立 綜合人民科 中西施合併 其實這些餅 整個過程我都有參與 原來可以把人民科 可以綜合嗎 既然可以綜合的話 就可以不用了 既然可以把地理、歷史和中史 這是九七年之後 教改新的策略 包括後來 將乳民科 明明是兩張卷 變成五張卷 然後就拿了命 這是在華人石地區 沒有太多人這樣考發的 這些教改令到學校 慢慢的課程 中史的中權數越來越混亂 我覺得中史的表現 科目模糊了 既然有這麼多可能性 學校就要爭奪上課數 中英數他們也要爭奪課數 結果這些閒科就會被邊緣化 我記得有些學生 他在網上寫文 說他怎樣喜歡讀中史 當他決定在高中選修中史的時候 他的父母是激烈反對 因為他覺得浪費了你時間 讀一科沒用的科目 讀中史有沒有幫助 國民身分認同 我也不敢包 因為初中中史 在香港多數都是兼教的 即是一些徒公陰體 或者是一些中文先生兼教 所以初中中史 能夠搞得好的不多 所謂搞得比較好的一部分先生 可能他自己本身已經是本科出身 但這是相當少數的 或者他對於歷史故事比較熟悉 他可以說得比較多漂亮的故事 但多數兼教的先生都只是照書操作 宣科 就是這樣宣科 所以中史等於悶 可能在七八成情況下都是真的 而到了高中情況又如何呢? 就是以考試主導 考試主導 就是操作 操作 操作 很辛苦 只有能力高的先生 才懂得如何走位 然後令學生對這個科目 沒有失興趣 如果初中是以兼教 照本川科為主 高中是以追課操練為主 整個國民教育是完全達不到目的 是 無論是對於身分認同 或者只有一個印象就是悶 和辛苦 科科都辛苦 中史特別辛苦 阿陳Sir 真的 年份 我算西史也算是一個年份 19多年 或者公園幾多年 中史是兩個年份 乾隆幾多年 公園幾多年 中史特別長命 因為西史真的是興旺 近代史是最主流 中史是2000年 都相當豐富的 中華五千年 一聽到 自古以來 這個字 那個歷史的故事 是可以很有趣的 所以對中史 可以是很極端的一種印象 有些是覺得 因為他以前的老師很好 所以他都不知道多喜歡上中史的學 或者多受老師感動 因為老師能夠展示到文化上的優越 以及對國家的關懷 所以令到他自己本身都受到感染 但是一去到要操練 能夠有這種能力的老師已經少了 多數因為要應付那個考試的成績 不停就要反覆操練 操練就沒有趣 而且量又多 再加上課程 現在文化科的中史課程 是教導我們的行家 嘔吐血的 我未見過一個教導 覺得能夠應付 二餘和愉快的中史路線 即使他本身很喜歡中史也好 因為他要向學生的考試成績負責 所以一定要操練一些舊題目 以及將某些必需要知道的知識 不停地操練 所以初中高中各自有自己的難題 只能夠成為一些資料和純粹操練的科 有些人認為只要教科書裡面寫的觀點 能夠更加外國 那些學生就更加外國 而我在學校的現場看 就沒有這回事 我就不見得到 拿著那些國情的教科書 即是照本宣科的先生 可以令學生外國 那些不停操練 操練的考試 救救題目 或者是速度的先生 可以令學生因為這樣 而對國家增加了感情 知識跟外國是沒有關係的 而外國是需要用感情去互相之間感染的 這兩樣都難做到 而且我覺得如果他是故意 弄一些錯誤或者偏頗的史觀 去搞學生要他們用他們的愛國觀念去愛國 我覺得簡直會有反效果 現在的學生根本不受理困 那只是天真的 其他也可以說是他們要違向中央交差 而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教了這麼多年書 也做過很多年學生 我們都知道 不是你寫過一樣 我們就寫過一樣 即使國內 國內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很擔心自己的子女 國內的先生 他們都要重複那套 那些政治的觀點 所以他們都擔心自己的孩子 會受書內的內容影響 但是國內情況 我也不敢說 但是香港 以互聯網世界這麼豐盛 一定做不到 做不到 也不是那些執政那些政棍 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絕對不可能 不過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可以 拿來打擊香港的教師 打擊他們反對那些政治的聲音 可能可以 但是想要影響新一代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的話 是要做好自己的政治民主 政治民主 以及民生建設的工作 令年輕一輩 喜歡社會 他們就自然 在這方面 不用教他們 自然會喜歡 對他們 對這些人的要求 似乎高了些 第一 財幹這方面他們做不到 第二 良心更加不用指望他們可以有 有好一點的 譬如 曾用誠可能會好過梁振英 起碼 他知道怎樣去 變相就輕 不過這個 就算心腸不好 政治背景有些什麼都好 都有高低手之別 但是就 看看我們香港人運氣好不好 那應該香港的運氣已經很差了 還要運氣好不好 已經運氣了很多年了 運氣了這麼多年了 就是教育改革這樣 就是有一群這樣說自己是自給黃安石 那時候我心想 你這群人菜經理 哪有黃安石 就是這群人哪有運行 搞到中市 這麼少人收 都是你們搞出來的 絕對是 接著現在就說 學校不必收 你最初不搞那些 什麼中學人科 不搞中西市合璧 這樣算是沒有這回事 搞中學民科 當然是搞通識 接著 回頭就說通識科 搞到學生不外國 都是通識科 搞出來 即是搞東西那群人 又說自己搞出來的東西不行 回頭這樣也行 但是搞出來不行 就不關我的事 又可以這樣一個邏輯 財就拿到盡 利益就拿到盡 有起鑊上來 就全社會去什麼 總之就一定不關他們的事 是的 我覺得 譬如我已經去到 我去到60歲 我們很理解到 那些二、三十歲年輕人的情況 他們本身看著自己前路 除了憤怒之外 如果讓我自己二、三十歲的時候 遍到這樣的情景 都是會用一種 憤慨的心態去面對 所以我就相當理解 提出港獨這些人 這些這些這些 這群朋友的那種情緒 但是 無論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這是我們很惋惜的事 這個沒有辦法 代價就是 你如果不付代價 你要那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 在他們手上 留一點點合理的東西 留回社會 也不可能 如果是人類社會 陳Sir很熟悉的 你教歷史的 不斷重複這種歷史 你看看法國大革命 為什麼會去到一個 整個天下反 暴力 去到這麼暴力 就是中國歷史 是吧 真的不斷的 那種農民氣 那種暴力 和血施 重複 就是對那些 有錢人屠殺 是呀 因為他們用正常的法制 可以牽住你 到社會 受不住的時候 反轉的時候 他們會用非理性的態度 去處理 有一句說話 中國歷史上很出名 富者田麥千馬 貧者無納追之地 喂 現在不是以前古代發生的 以古至今的話 香港現在都是這樣 它有不同的 就是那個 具體情況而已 就是 做了整個月 每天十個小時 都是只有那一萬元不夠 二十幾年來沒有加過 那個 沒有加過 那些人 然後老闆的樣子 又很難看 受氣 即是這樣的日子 即是 跟農民無納追之地 情況分別不大 即是跟古代的電龍 龍爐 沒有什麼大分別 即是要結婚 又有這麼多憂慮 要生孩子也要考慮多多 即是這樣的環境 即是很難維持下去 很難維持下去 即是 你一定要有一次大的動亂 差別是用血腥收場 還是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方式處理 相對來說 香港就不同以前 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 它還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制 起碼現在 如果法制和社會的機制 即是大陸就更嚴重 香港那些機制 暫時來說還沒有破壞 如果及時能夠調整 我覺得仍然是有機會 起碼不會出現一個很大規模的社會動亂 即是你盡量幫一下 二、三十歲的 怎樣可以結婚生孩子 有一個比較溫飽的生活水平 即是大陸的環境 是需要政府責任 而且社會的公平公正 真的要做得更好 即是那天最好 現在基本的生活都受到這麼多壓制的時候 首先再追求那個 經濟的條件先走 然後公平自由 然後下一步 最麻煩它 就說要刺激經濟發展 搞大霸仗工程 然後這裏千多億那裏幾百億 然後這裏無底心談 個個都慘了 我們現在發覺一件事 有一班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用手上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他們知道香港政府很有錢 香港這個社會很有錢 他們想在這艘船沉之前 把船上有很多黃金 掘到自己那裏 他們已經 那些金庫放在西方國家 在沉之前 我們掘得多少 得多少 搬得走多少 得多少 香港未來 我們有 你剛才說的那班二三十歲 他們已經在網上計算了很多條數 到底什麼時候香港的庫房 什麼時候肅結 還有外匯儲備 到底還支持得多久 不支持得很久 當你人口越來越老化 各種大把帳工程 變成無底心談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經濟危機 一夜之間和你一鋪清淡 到時你整個社會的動亂 真是來的 希望這個劫數不要到 但是我覺得現在你說的很憤怒 那些年輕人 他們希望看到這個劫數 因為他們沒有東西可以 再輸 而這件事越早發生 他們的機會反而越大 是吧 就算我拿不到 我起碼調戲順一點 是吧 那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心態 怎樣都好 但是我覺得是很能夠理解得到的 是吧 也是很替香港社會是遠色的 希望就 香港仍然是 那個運 那個 那個衰運盡快走完 只能夠現在是一個比較 比較無奈的環境 是的 今天非常之多謝陳Sir 上來大家一齊 講講現在這個情況 將來有機會再請陳Sir上來 以史如今 多謝 多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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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